你相信心灵感应吗? 心又灵心一点通 与千万人众遇见你 原来你也在这里 心灵感应是一种很微妙又美好的感觉 它是默契是理解 也是两个人目光相对时的心照不宣 什么样的感觉才能称得上心灵感应呢? 一、一见如故就像红楼梦中 盖玉出路家父见到宝玉的第一面 又觉得何等眼熟到如此 第二、同悲同喜 一个人的情绪两个人承担 那便是拥有了第二层心灵感应 同悲同喜 第三、不约而同 当你正在想你一个人的时候 他刚好给你发来消息 不约而同做同一件事 就是最明显的心灵感应 第四、高度相似 少数幸运的人会在某个瞬间产生 他就是世界上另一个我的感觉 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心灵伴侣 祝福茫茫人海中 大家都可以遇到那个心有灵犀的他 第四、高度相似的心灵感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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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三、高度相似的心灵感应